那么有很多男性朋友都非常关心正常尺寸的这样的问题 因为大家好像觉得身高有一个大致的正常的身高 那么体重有个大致正常的体重 那么是不是生殖器大小应该有大致正常的大小呢 那么其实呢大致正常大小的话肯定是有的 只不过呢因为这样的数据的话呢 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这种人口统计学的去证实 所以呢就会出现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统计结果 而这种统计结果的话有的是千差万别 大家在自己在网上经常会看到很多人动辄说18厘米 但实际上显然即便是按照比如说很多欧美国家这种统计标准来想 能够达到18厘米也是寥寥无几 所以呢至于多少的这样一个数值是正常 其实我觉得也不能够听一项调查或一个专家所说 那么更多的大家如果想去检索的话呀 应该多去考察多个国家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以考察东亚国家为例 韩国日本以及中国更多的文献 在一个什么范围即可 所以呢在此的话我也并不能够非常准确的告诉大家 到底多长是长多长是正常 这些的话呢其实都是一个大致的范围而已 这么看不透 所以我们看不透了 看看不透了 看不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